帮我们多多宣传 让更多的观众能够利用春节假期 或者后面的228的假期 能够进到电影院 来欣赏这部好看的台湾电影 然后在这个地方 我跟惠敏也敬祝大家 牛年行大运 身体健康 平安健康 健康最重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简单的应酬 大家看完电影了 所以也没有 大家都可以来讨论 有没有看完 有没有什么想要问林惠敏的 或者是想要问导演的 因为导演不在 问我也可以 那我们可以尽可能的 帮大家做一个解答 好不好 有吗 因为我们应酬可以有三个问题 然后会送三张海报这样 大家有没有人想问问题 都要 我刚才想要做笔记 你还做笔记哦 我是因为 你专心看好不好 我很认真看 就是因为我认真看 说我发现一个小小的bug 就是前面在 呃 梁简在看那一年李燕的房间的监视器的时候 他说有三天 那个 我有点紧张 有三天他疑似中邪反应 他日期分别是 11月11 11月12 11月13 那第一天的反应是抽搐 第二天的反应是 呃 我我我我不会 我不会怕你的 诶等一下 我看一下 第一天是抽搐 第二天是我不会怕你的 第三天 然后第二天是一个大法师的那种 他就光着身体出来了 第三天是他像一个大法师的那个 就是整个身体拱起来的那个 那是第一天 那是第三天 他的那个日期是写11月13 嗯 然后 然后后面 后面那个回到 就是万语凡的 的自白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他们在进行 一婚手术的时候 有day one day two day three 可是day one的时候 他是大法师的那个动作 day two才是 我不会怕你的 所以这个在跟前面的那个 监视器的录影画面的日期上 好像有点对不起 就是顺序好像不太一样 再看一次 我同意你说你的说法 你再看一次 因为导演看了八百次 你再看一次 因为导演为了要剪接这个东西 看了八百次 看是他的问题 还是 你要不要再看一次 我知道你很棒 其实你很棒 好那个 记得跟导演说一下 看他八百次怎么看 我想请问一下 到最后上庭的时候 然后李燕就跟那个天佑说 你要好好活下去 是不是就等于是张震 他想 其实当时已经是张震了 就李燕已经是张震了 对吧 然后呢 请问一下 你的这个问题是正确的 就是张震已经在里面了 但是他要假装成 对对对 就假装成妈妈 在他身体里面 他要鼓励小孩 完全正确 他要给这个孩子一个机会 鼓励他继续活下去 没有错 并且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原因就是 他觉得这个孩子 不是杀人凶事